大家好 我是無界 今天這個影片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的Sunday週刊合作地下城 我現在在周回用的隊伍 這次的合作中我有抽到了草與虎 實際使用過後覺得這角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大 這次的地城周回就選用這個角色當隊長 為的就是練習怎麼轉三色陣跟兩色陣 那隊員的選擇我用了火鷹 他雖然Type沒有吃到草與虎的隊長技 但因為需要他的3SB還有轉租功能 所以就把他放進隊伍裡面 再來我放了豬雀 放豬雀主要是為了第四關可以開白換的技能 需要他的加速 再來是放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話他的主動技可以讓操作時間1秒延長 用來對付第三關減秒的部分 最後就放個白換 對BOSS用的 好 那我們就實際來打看看 那第一回合我們就是先開火鷹 再開草與虎 他就變成一個三色陣的盤面 第一回就沒有轉好 他這邊開竹犬 他這邊開竹犬 在第三關這邊被減秒 那我們就開阿里巴巴 那被減秒的部分就會被加回來了 那最後王冠我們再開來開換 兩次的陣轉起來比較簡單 以上就是這次的草與虎轉租練習隊伍 那以周圍來說應該是會有比這個速度更快的隊伍 那會想要這樣子玩就是練習轉租 因為自己轉租力還是很不足 那要玩草與虎的話 想要穩定的至少7C 8C的話 轉租力真的是需要再加強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